我们现在要来讲这个 Hager在精神现象学里面所说的这个 这句话其实我讲过很多遍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给他一个专题性的完整的一个一个一个解读 就是本质或者某些那些超感性的 超感性的那个实体 超感性的实体 就是所谓的本质 是 表象 是表象 这句话就是 理解这句话 这个讨论是在齐泽克的 这个 这个 ticklish subject 第 196到197 中间的两段 我把它整理一下概括一下 就是说 Hager所谓的本质是表象之表象 这又是一个所谓的表象和本质的关系 表象和本质之间的关系 你要透过现象透过表象看到本质 这个关系 在Hager那边 他其实有 我认为有三到四重解读 一种是传统的解读 还有一种是 这个 反射性的 反射性的 结构主义的解读 就是不存在真的表象 否定性的一个解读 还有最后一个是一个 嗯 就是齐泽克本人的一个解读 然后是一种 唯物主义的解读 有三种解读 有三种解读 我们现在就努力看能不能动脑筋 想想有第四种解读好吧 传统的解读是错误的 啊 classic 这个reading of this 啊 phrase is wrong 啊 表象就表象 在这里我们把它写成 可以 齐泽克在这边引的是英文啊 就是 啊 supersensible 就是超感性 超出感性 超感性 supersensible so is 啊 appearance 表象 appearance 它用的是这个解词 core appearance 这个解词的话就是 就是作为 所以表象之表象 实际上它 就是你可以把它翻译成 appearance as appearance 或者怎么样呢 core appearance 啊 表象之表象 那么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实际上基本上很难维持它的原意 中文只有这个之啊 表象之表象 好像表象的表象 啊 那个二阶表象 二阶表象 当然这个这个扩这个介词它也有也有可能有二阶的那个意思 但是二阶表象就是反射性的 它有三种解读啊 它有三种解读啊 你理解这三种解读的话 你你就能够理解这个 黑格他到底要说的是什么 而且黑格 其实黑格在这里继承的是康德的 其实继承的是康德的思想 黑格恰恰是继承了康德的思想 是继承了康德的思想 而不是批判了康德的思想 这个super sensible 一般会被说成是nominal或者物字体的那个维度 那么康德这很明显的不可之论 那黑格又说这个 super sensible就是这个表象之表象 好像很明显在批判康德的不可之论 但是实际上它是继承了康德的思想 但是是康德在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 关于这个french evolution的一个思想 revolution sorry 那么先说一种传统的理解 一种传统的比较恰当的 比较温和的一种理解啊 传统的对这这句话的阅读就是 就是超感性的那个本质 超感性的维度 超感性的那个维度 就是人不可以去感觉到那个本体的那个维度 超越性的维度 是表象之表象 core core可以 s或者off core 他都他都这个借词 都问本是什么我就不看了 我没有时间 我直接读到这里 我觉得趁我思维还热的时候 我就给你们讲了 传统的解解释是这样的 传统解释解释这句话是这样的 就是表象 表象只能 只能 作为 表象 存在 表象 不得不 不 被 被 绝对精神运动 的 运动 所 揚气 这种力量 就是 就是 这个 超感性 就是这个 超感性 超感性的力量 就是 就是精神 就是绝对精神 就是超感性 超感性的 本体 超感性的本质 或者说 本体 表象 我们就用本体或者本质 就是那个nominal的那个维度的啊 这种说法是一种传统的解释 传统解释 它也是 比较辩证的 比较辩证 但是它是一种暴力 它是一种 没有 其实看上去是比较辩证的 但实际上就是 儿子就是儿子 就是什么 他这句话你可以把它翻译成爹 爹等于儿子 就是 儿子 绝对精神就是表象之表象 括嘛 他把这个括理解成就是作为 爹就是儿子之儿子 儿子之为儿子 把他理解成 儿子之为儿子 儿子就是儿子 儿子就是儿子 这个就定义了什么是爹 因为只有爹在这里 爹束缚了儿子 爹使得这个表象只能作为表象的存在 爹是一种否定性的力量 爹是一种限制性的力量 这个 这个 supersensible 这是一种限制性的 限制性的力量 是一种从外部滑解的 从外部 啊 从一种超越性的外部 从一种 超超表象的 超出表象的一个超越性的外部 超出表象的一个外部 滑解给表象滑解的一种力量 啊 这个就是 这是传统解读 传统解释 这种传统解释 是一种 authoritarian 是一种 totalitarian的解读 啊它是一种 它不是totalitarian 它是authoritarian 因为这种 这种滑解的力量 its violence its just violence 啊 它符合这 当代这个地缘政治学 对于authoritarian的一个定义 好 这种传统解释 我们看出来 它是非辩证 它不具有辩证性 就从外部滑解 它没有没有 没有告诉你这个表象内在的 有一种力量 就是还是个 君臣父子的一种关系 所以这种传统解释 它是种右翼的解释 是种右翼的解释 右翼的 是种reactionary的解释 是种reactionary的一种解读 啊 这种解读好吧 这种解读是蠢的 愚蠢的 这种解读是蠢的 这种解读是蠢的 是愚蠢的 把它插掉啊 你如果是这样解读 废物 你就废物 好 你不要说是从我这里去 那么还有第二种解读 这个软件真的是设计的 我每次都抱怨这个软件 不好意思 我下次换个软件吧 把它关闭重新开一下 然后把所有的清除 然后我们第二种解读就是这个反射性reflexive 四版性的一种解读就是 我们就用本质吧 我们就或者叫本体 本质 我们说本质 我们nominal 或者本体 哎呀这个两个词 这在中国语句里面好烦 本体是表象之表象 表象 我们英文 英文写出来 call表象 表象 之表象 他这里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 是一种 自反性 自反性 就是在这个表象永远是具有自反性的 表象 这个本体这个东西 只能 这里有一个就是 并不是表象在限制本体 而是本体 并不是本体在限制表象 而是表象在限制本体 并不是爹在限制儿子 而是儿子在限制爹 也就是说 这个本体 它只能通过 通过这个表象的 表象的 借由表象自身的 去表象化 才 能 才能限生 才能限生 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说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 有一个 孩子 有个天真的孩子 天真的孩子 他问一个 prist 问一个prist 说 啊 就是我如何才能看到这个 上帝的 这个样子呢 因为这个 这个bible说上帝 has no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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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子吗 然后这个prist说 你在任何人 那种善良的善良的仁慈的 仁慈的 的人 啊 面对他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一瞬间 他感动你 他对你好的时候 你就能看到 the the god's face 你就能看到这个 god's face 你就能看到这个 超越性的 在这里就是 通过这种自反性 我们就理解到实际 所谓的本体 所谓的这个 这个 超感性 super 这个sensible super sensible 这个维度 所谓的本体 超感性的这个维度 他永远只能通过表象 自己折射一下 就是表象 突然形成了一个空腔 啊 突然形成了这么一个空腔 啊 让你觉得 illusory 啊 就是有点幻觉一样的 让你觉得 这个表象背后有某种东西 他经常 其实这个经常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 一个画家 两个画家比赛画画 两个画家 两个画家 比赛画画 一个画家 画了一幅这个 葡萄啊 葡萄 葡萄啊 葡萄叶子 葡萄 然后那个小鸟都过来 要这个 啄这个葡萄的啊 小鸟都被骗到了 要去吃这个葡萄 这个画家沾沾自喜 跑过去问另外一个画家 你画了啥 另外这个画家 画了一个 帘子 画了个帘子 他没告诉他 画了个帘子啊 他指这个帘子 说你自己去掀 掀开来看 然后这个画家 拿过去用手掀这个帘子 掀的时候发现 这是个帘子 这不 这是一幅画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帘子 他说我输了 我输了 因为这个画家 因为这个画家 就画出了表象之表象 他画出了就是 他画出了某种 让人误以为 他背后有东西的那种表象 他画出了一个纵身 啊 这种这种空腔 这种纵身 就是所谓的这个本体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在这个自反性的意义上 我们就认为就是 本体超感性的那个维度 就是表象之表象 就是 就是表象把自己去表象化 表象把自身 去表象化 表象把自己去表象化 他后面去表象化的这种能力 只有表象 只有通过表象来实现 来实现 去表象化的能力 并 这个东西并不等于本体化 这不等于直接的本体化 啊 你去表象化 并不等于直接本体化 就并不是说 我直接把一个表象 说 这个就是至高的 就是真 这就叫做直接的本体化 不是这样的 而是表象只有通过 啊 不等于啊 表象只有通过 一个 手段 一种trick 某种就是 decisive的 欺骗性的那种手段 他使得这个符号 符号系统出问题 啊 他 他能够瞒过你 骗过你啊 就就是在 就是这个时候你 这种 反思性的 对于这种 这种 这句话的表达 他就容易滑向一种相对主义 他容易滑向一种相对主义 或者滑向一种 呃 表象主义吧 或者说 啊 表象主义 他就是只有表象 他容易滑到一种后现代的那种 后现代那种就是反本质主义 他人滑到这种反本质主义 因为他没有没有没有把握的这里面辩证关系 这还要进一步这个辩证关系还有进一步呢 这里只是第二步呀 这是这样 这只是第二步 第一步是最蠢的经典式的第二步是这种 就有点启蒙式的有点这种反思性的啊 就是表象要把自己去表象化他只能通过 不能通过这种方式 因为在这个意义上讲 你只能依靠这个 只能依靠自己 只有自己 只有表象 所以这个很容易滑到一个伪表象论 这个很容易滑到一个伪表表象论 他很容易滑到伪表象主义 就反本质主义 再进一步反本质主义 他认为表象所创造出的这个本质是一个虚假 永远是个虚假的 永远是个假的 伪表象论再进一步就变成反本质主义 反本质主义 enter essentialism 这个是智商正常的人应该都可以理解到这里 什么叫做本体是表象之表象 就相当于是一个小朋友 一个小朋友 他什么都没有 他很穷 其他小朋友都有东西可以炫耀 其他小朋友都有东西可以炫耀 就是很好的很珍贵的东西可以炫耀 玩具啊什么的 什么铅笔盒啊这东西 我还有文具啊都在那边 这个小朋友他没东西可以炫耀怎么样 他把两个手课间的时候就把两个手捂起来 然后假装他手里面 有一个很很珍贵的东西 他不停的自己眼睛会瞄这个东西 瞄自己两个手里面东西 然后其他小朋友 诶 怎么回事 其他小朋友都惊呆了 诶 他怎么一天到晚 都都都都都被他吸引过去 这个时候他实现了他的目的 他欲望被满足 他现在就是要 要别人关注他吗 他就 然后实际上他手里面什么都没有空的 他一直捂着这个这个姿态 这个姿态 这个姿态啊 他就是一种去表象化 去表象化的一种姿态 就是假装这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 就是符号学的空腔实际上都是通过这种操作来来实现的 这种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所有的佛奥体系 他见过他自己的时候都都通过这种方式 好了这是第二层解读 第二层解读 但这种解读还是有问题 特别是那个 什么可以从 所有善良的热心的对你好的人的眼中 可以看到那个超越性的那个维度 一瞥瞥见这个超越性的维度 这种比喻实际上是有失妥当的 那么正确的比喻应该 他真正的答案应该是不是这样的 真正答案 我们是要坚持这个传统就是这个 你什么时候感受到那个超越性的维度存在 并不是在你看到一个积极回应你的对你好的 我们把它关掉重新开语 并不是说这个降于这种啊 这种制服的那一瞬间 闪耀的那一瞬间 并不是一个闪耀的一瞬间 他不是一个 Glimpse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频道 他不是一闪 他不是一闪 他不是那个一闪 好像在这个表象的维度 表象的维度上 维度上 维度上面 就是这个本体可以在上面闪烁 闪烁于这个上面 他确切讲不是闪烁 其他后来他也修正 他这个不是一闪 因为闪烁的话 你就好像就是好像就是 表象维度本身所具有的那个福奥体系 福奥学 福奥学这个秩序 他可以什么 他可以生产出 他可以不停的生产出这个 这个本体 神圣之光 生产出神圣之光 这种说法是错的 那么正确的理解应该就是 我们正确理解是这样的 是 这就是我们来的抗词 康德对于这个 Sublime 对于这个崇高 崇高的解读 他认为这个崇高 是从这个French Revolution 就来的 French Revolution 它实际上是恐怖你知道吗 horrible horrible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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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克宾 这个亚克宾派嘛 他就是一种 revolutionary的那种恐怖 horrible 就是那种那种恐怖 康德认为这种恐怖 让所有人都在一瞬间 进入了一个维度 一个超出 超 就是他告诉所有人 就是你现行的这个 欧洲西欧的这种统治区 他不能够再延续了 啊 你必须要 超出这种模式 去想象另外一种存在的可能性 在这个时候 所有的个体 所有的自由人 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所有 有理性的 所有被启蒙的人 都必须去 凝结成一个新的共同体 去超出具体的 的生存情境 超出具体生存情境 去设想 设想一种新的未来 设想一种新的未来 就要去启蒙你自己 这种未来的话就是 与其说是就是 所以在他看来这个 French Revolution 它代表一种崇高 它代表一种 平等的共同体的可能性 这个平等共同体并不止 并不是直接指在这个雅各兵派的这个Horror里面 所有人 当然这也也也包含这个 也包含这个维度 就是在雅各兵派的这个 这个恐怖当中 所有人随时随地都是 都是endanger 都有都有都有危险 都处于处于危险之中 处于丧命的危险之中 正是这种所有人都共同面临一种紧急动员状态 这种这个维度 这个维度是贯穿性的 这个维度是贯穿 所有具体的生存情形 不管你是什么 意大利的一个什么啤酒商人 法国南部的啤酒商人 或者意大利的一个什么的 什么什么什么油的 橄榄油的商人 或者你是你是法 或者你是德国的哪个农场主 或者你是英格兰的什么什么 怎么做海货的乱七八糟的 反正只要你 只要你能够理解 认识到这个法国revolution 在这个文化圈里面共同感受到这个 一瞬间的这种普遍的暴力的话 你就应该了解到这个时候必须团结起来 形成一个平等的共同体 以这种共同体的共同的理性去思考 就认为他所以他认为这个friendship revolution 他他本身的这个暴力不算什么 他是后来开解出来的那个维度 那个所有人必须审慎的郑重的去思考 我们如何避免这个恐怖 我们如何避免他啊 但是这个恐怖本身又是 他必须先有这个东西 然后才会有大家都团结起来到去审慎去思考 怎么避免他啊 也就这个时候才会出现 就就这一个瞬间这个瞬间被叫做崇高啊 被叫崇高 那么这个这个东西是某种nominal 他是本体性的 他是本体性维度的一个象征 对本体性维度的一个symbol一个象征 好了我们按照康德的这种说法 我们就知道就是本体 他他是什么表象之表象 所以我们来到了第三阶段 他是一种他不是一个自反性 他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的一种阶读 唯物主义的一个阶读 唯物主义版本的一个阶读 表象是本体是表象之表象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 是本体是什么时候显现的呢 是表象实际上表象就是一种象征秩序的显现 象征秩序 象征就是佛号学秩序 表象实际上是佛号学 学秩序的那层膜你知道吗 缝合起来这层膜 贴在表面上这层膜 这个佛号学秩序 他去表象化 我们说的只有通过表象自己去表象化 去表象化对不对 他的去表象化 这个表象去表象化 他是什么呢 他是代表了这个佛号学秩序 无法维系自身 他这个佛号学秩序在他的内何处受到了某种干扰 受到了某种干扰 受到了某种前佛号学的东西 也就是物质 也就是物质 也就是本体 物质的干扰 我们受到了这个东西的干扰 受到这个东西干扰 所以他出现了扭曲和裂缝 所以他他在表象上面会在一瞬间出现去表象化的那样的表象 在一瞬间会出现去表象化的表象 我我们再回到之前例子就是那个 画了两幅画 一个画的葡萄 还就是画这个窗帘那个例子 画的这个窗帘例子 他跑过去察觉到 刚想掀这个帘子 掀起这个帘子这个实践活动 他是不是就获得了更多前佛号学的 就是他本来是把这个东西 铭刻在一个方系统里面的 他就是个帘子 他他作为 在他去触碰之前 这个东西是作为帘子 怎么样 是内嵌在嵌在这个方系统 他本身是 as作为一个帘子 这幅画是作为一个帘子 嵌在佛号系统里面 在佛号学宇宙里面的 佛号学 佛号学体系里面 好吧 佛号学体系中的 你在碰的一瞬间 发现有 有好多冲突 都先不了 或者碰上去 他的触触是不一样的 就是 但是呢 就是这些触觉 甚至这些东西 都不会占用太多的佛号学点位 你当时立刻就会感受到荒谬感 就是 就是这佛号系统 他在出现了这个 一个无法 使得他无法维系自身的一个 呃 一个物质 一个去表象化的那 那个 那个物质的时候 他会立刻 就是 就比如说他会立刻调用了碍玉技智 他会让让他惊讶 或者让他怎么样呢 他会立刻让他 就是 这个缝隙只能漏一瞬间 惊讶一瞬间 哦原来这原来 他会说原来 就回溯性的 回溯性的 再会使这个佛号学体系 他在被这个物质所颠覆的一瞬间之后 立刻就修正 立刻就修正 然后 这个时候 他就不再作为帘子 而是作为 作为一幅画了 他重新变成作为一幅画 然后再重新再写入到佛号学体系 而且这个新的佛号学体系里面 作为画的这个帘子 就把之前作为帘子的那个 占了这个位子的那个东西给他 改写掉了 又把它改写掉了 这个是他会说 这幅画画的真好 这幅画画的真逼真 真是栩栩如成 他就会重新变成 重新又回到一种稳定的佛号学状态 就是这个佛号学体系 它是一层动态的魔 动态的魔 这个层动态的魔呢 他受到这个内核处的前佛号学的物质 对他的冲击的时候 他会不停的扰动 他会扭曲 然后会有裂隙 裂隙 这些裂隙 如果你不着意去看 这些裂隙就是 他不会被体验到 你知道吗 他不会被体验到 你他会吸引你的注意力 你主体主体被这种裂隙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之后 他会立刻 这个动态的魔啊 这个佛号学的这动态的魔 会立刻给什么东西来填充这个裂隙啊 爱欲 他会立刻用爱欲 用情感 啊 用非常 就是 非常 勇动性的那种情感 就是一惊或者说 就是忽然之间或者 就是会用快感 其实他就是用快感 然后这些快感在这个你的 你的 我是唯物主体的 我们都可以说神经系统吗 你在神经系统里面 他 立刻被组织成是一种 就是这个 更深层的一个佛号学体系里面 就是爱欲 爱欲本身也有一个佛号学系统 但这个佛号学系统 这个佛号学体系 他载质的就不是你的那个表象 你的视觉表象和听觉表象 这个佛号学体系 他载质的直接就是载质的爱欲 所以 我们可以把这个魔看成 看成是一个多层的魔 如果 如果我们 可以这么做的话 外面一层魔是这个 啊 视觉 视觉 运动觉 运动觉 还有一个听觉 反正就是感觉了 sensible 感觉这个层面呢 他的一个表象的 建构这个表象的一个佛号学体系 一个佛号学网络 他也是由 也是由言词 词 言词语言所载质的 所以他必须不停的把你说 说察觉到你注册啊 但是是无声的啊 比如说你 我眼前这个开关 我不用脑子里面说这是开关 其实我已经把它作为开关注册 在我的这个佛号学体系里面了 就是我 我所感知的这整个世界 我的身体 他这些表象 所形成的这么一个视觉宇宙 或者说一个感觉 感觉宇宙sensible world sensible universe universe of sense universe of sense 然后 这个魔一旦被某种 扰动的话 一旦被某种这个外部的 其实我 其实实际上人的神经系统 他这个这个东西 永远是从里面扰动的 第二层魔是这个 是这个爱欲的佛号学体系 爱欲的佛号学体系 爱欲的佛号学体系 我们甚至可以说外面这层 运动觉视觉听觉的这层感性表象 他形成的这层魔 他本身也是有爱欲佛号学体系 催逼出来的 是由他稳定固化的 他固化成这个东西 他这个这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很简单 然后如果外面这个东西瞬间裂开的 就是超出你的预料的 突然这边火车撞过来了 或者突然那边那个什么一个猫 都从天上掉下来的 莫名其妙的 这个时候一瞬间 在这一瞬间的时候是 先爱欲佛号系统 爱欲的这个佛号体系里面的那些 里比多 这层魔啊这层魔 这边这层魔 立刻会顶上去把这个 这个缝隙给他填住 所以你这个 这一瞬间你就能感到一种 心计心慌 不确定 失控的那种感觉 这个时候就是爱欲 他他神经系统 支付一种特特定的这个神经冲动 里比多 他帮你把这个魔瞬间填上 填上了之后 他又立刻恢复平整 就这个时候 这个佛号学言语啊 这个词的这个 言词的这个语言这个系统 就立刻会回溯性的修正 会立刻把这个魔重新给他生成出来 就是哎原来这是个猫啊 哎原来就是浮化啊哎 他会有一种原来这是 他又有回溯性的逻辑 把你之前判断错误的那个东西 变成一个重新缝合起来 就是他本来没错 只不过是我没有察觉到怎么怎么怎么 这个是个基本操作 他把这个魔修复好了之后 你又可以稳定的去生活在这个稳定的情况里面 一般人会认为这个这个魔啊 是从外面给他就是物质 就是物质啊 物质是从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就感性表象 感性表象这个佛号系统 外面侵入的 外面把它一个击碎的 就相当于这是一个两层 两层的一个什么鸡蛋或者怎么样的 外面砸碎的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他是从内内里面 他是从里面的 他是从里面砸出来的 你了解吗 这些东西 这些这些物质在这个人的符号系统里面的这个涌现啊 这些物质 物质的涌现 他永远是先 他永远是先砸碎这个 砸碎碍于符号体系 然后再砸碎视觉运动觉听觉 外面的表象感性表象的这个符号 符号符号学网络的 这个就是精神分析要告诉你的 你 你感知你把握一个外部的闯进来的东西 实际上他不是从外面闯进来的 只是只不过 我们 我们 为什么要最后把它还原成 它是从外面闯进来的 这已经是一种 如果你认为他是从外部涌现的话 那这已经是一种自我保护姿态 这一种已经是一种自我保护的 一种符号学的回溯性建构 回溯性建构 如果他是从外面涌现的 实际上他是从内在涌现的 任何物质 就是在符号系统里面的显现 都是从内在涌现 而且实际上 不仅仅是从爱与符号学体系 他首先是从主体性当中涌现的 唯一能够让事物 他者涌现的东西只有主体性 只有主体性 而不是你的什么外围的感性表象 那层膜或者说爱与符号体系 这层膜 他是从主体性这个最内可 我说的 或者我要这样说 我们我们作为 我这样 我告诉你们 我最后所不了的 就是这个这个模型 他的开放性 他的开放性 他的本体论上这个开放性 他只在只从主体性上开放 只从主体本身 你你本身开放 这个东西这个裂缝 这个物质能够涌涌到符号 符号学体系里面 甚至我们再进一步把这个话说透了 符号学体系 我们把这说说透了 我们通常会把它理解成是 最内核是主体 或者主体的那个最内在的是一种 death drive 死亡驱离 主体的死亡驱离 然后外面是这个desire desire的 就是欲望辨证法的 desire 什么 dialectics of desire 欲望之辨证法的那个 爱欲符号学 爱欲符号学 这是 然后最外面那层膜好像是那个 我们的感性符号学体系 感知我们用感知符号学体系 好像是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实际上是 实际上是 就是好像是那个外面 就是庸俗的想法是 我外面是一层表层是一个感觉 里面是一个爱欲体系 是我的内在的欲望 然后在最最最里面是我的自我认同 这个模型本身这样画可以画 但是物质或者是我们说他者 意志性 他不是从这个方向涌入的 这个方向涌入 他已经 如果你认为他是从外面涌入 这已经是一种回溯性的建构 是一种自我防御性的 他这个孔 这个这个模型 这个洞 只有这个是洞 只有主体性本身 只有这个是一个开口 主体性本身是一个开口 是空的 是空的 是纯粹的空的 是你自个儿把敌人放进来的 是而且更进一步我们要说 这个开口不仅仅是空的 他外面的这个爱欲符号学体系 就是由涌进来的 涌进来的他者 建构的 你的你的 离这个洞比较近的 这外围的这个符号学体系 这外围的这个爱欲符号学 你的你的就是你的那种 一下子冒出来的那个情感 那种情感 还有那种很深的那种欲望 非常深刻的那种欲望 那种冲动 无可抑制的那个东西 他就是从你这个主体性这里 涌出来的那些他者 就是你看上去他是敌人 他不是敌人 他不是敌人 他是主人 实际上这个东西是主人 了解吗 这些东西是主人 他从主体这里涌进来 他由他建构了主体的爱欲 符号学的这个体系 是主体放他们进来的 或者放进来东西才是主体 放进来的这些东西 他就是主就是主体本身 只是一个完全空的 完全空的一个开口 一个口子 他把这些敌人 所谓的敌人都放进来了 但是问题是 你不放这东西进来 你主体就是空的 你什么都不是 你只是一个本体论结构 他作为一个空开口 他只是个本体论的一个结构 没有意的一个本体论结构 这个本体论结构 我说的原子 我我甚至可以说原子啊 电子啊 什么这些随便这些玩意啊 或者说什么弦啊 反正你可以去想想 这些玩意都有 这个空的开口 这个空的开口 它都有的 问题就是 空的开口 让这些意志性的 踏者涌进来之后 他可以 keep this wound open 主体的能力就是 可以keep the wound open 他keep the wound open了之后 他会逼迫涌进来的那些 哎我靠我是存在啊 他现在这里可进不可出啊 进得去出不来啊 那我只能围绕他的周围 建构符号学结构了 他必须围着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开口就转起来了 转起来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理解 主体有点像黑洞那种感觉 他把东西吸进来 然后这些东西进来出不去了 他只能围着他转 围着他转的过程当中 这个时候就建构了你的爱欲体系 就建构你的这个dialectics of desire 建构你的欲望体系 建构你的最最根本的一个符号学体系 这就是关于欲望情感冲动 还有还有这个性这个维度的 就是我们所说精神分析意义上的 精神分析意义上的那个符号学 一个核心的符号学体系 在这个里面这个这个空的内核 他实现了自己的自己的主体化 他实现自己主体化 但是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前本体论的状态 因为外面那个感知的就是外面那一层感知的符号学 其实这个时候时间性都不存在 我们我们甚至就不好说 他外面是按照这个顺序建构 他可能涌进来一冲就冲到外面去 然后再回来 一冲就冲到外面去 然后再回来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世界之夜是这么一个过程 世界之夜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把敌人放进来 原来敌人才是主人 就是这个空洞本身 你可以说这是我 没错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我 一开始有这么个洞在那边 他包容万物 让万物涌进来 你的意识可以让你的神经系统 在这个符号系统里面说话 你了解吗 你是有大脑 你是有神经系统 但是没有你的这个主体性 开这么一个一个本体论的洞 你的你的这个 你的大脑 你的神经系统 他如何进入意义的维度 如何进入表象的维度 如何进入一个一个体验的维度 你必须把这个体验的维度给他敞开 敞开了之后 他涌到这个体验的维度里面 这个东西才是你 这个东西才是你 就涌进来这些他者 这些意志性的这些他者 这些物质 他才是一个具体的你 才是一个具 他变成一个具体的我 具体的意识 然后再进一步 进一步才 我我在和这 你可以涌进来这些东西 相互之间博弈或者相互之间 乔或者怎么样的 他们互相之间讨价还价 然后建构了在外围的这么一个表象的一个维度 建构了一个外围的表象的维度 你了解吗 所以在我们讲到这个第三层这个所谓的本体是表象之表象 他好像这个第三层好像和第一层很类似 好像和第一层很类似 但是这个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涌进来那些东西他必须通过主体涌进来 他只能借由主体性这个空洞这个空穴才能涌涌进来 涌进来之后主体不放他走的 把它束缚在你的你的神经系统一辈子只能为你的意识服务 那不好惨我跟你讲他有的时候疼一疼痛一痛 他也是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有的时候神经痛或者有的时候什么癫痫了 或者怎么样我要出去我要出去 了解吗 你的你的这个脑里面几千亿个神经元一辈子被你 被你束缚在你的神经意识这个领域里面 为你的意识的这个自由的这个移动自由的运行运转在做做做做努力 好惨你但是敌人进来没想到我靠没想到进来了之后就出不居了 我靠啊所以本体是表象之表象这些本体性的力量涌进来之后 他是他会摧毁原有的他会不停的干涉他会他会摧毁从内而外的从内而外的啊 催我们叫或者说撕开撕开撕开原有的符号学符号学秩序 符号学那层膜了这个秩序那层膜其实就是表象的符号学那层膜 他他首先会体现为某种表象就是某种表象就是你哦哦哦那个原来是符画那个不是一个按钮哦原来这个摄像头原来是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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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枪啊类似的就这种他首先他会撕开原有的符号学秩序 然后他会成为一个他会迅速又变成一种新的表象他会迅速又缝刻起来迅速又注册到这个注册为一种新的这个符号学的模 这个模从里面往外撕开的一瞬间这一瞬间你能够感受到something different happened something different happened 你就会感到有一些东西在经过这个主体性的这个无的这个这个无的这个这个这个洞 有些东西在经过这个洞从这个洞里面涌出来 这个东西是不可体验的他只能从他的呃我们我甚至可以理解成这样就是它是一个suture sphere它是这样一种sphere sphere 它是外面有一层我们就是哎呀我画的不太好啊就是这是凹进去的这个是凹进去的我们说这个是这样凹进去的这样凹进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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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坡头里面把另外一个位面的东西把它吸进来了把它吸进来了吸进去了 吸进去了 吸进去了 吸进去的时候他一吸进来他这个比如说个例子一吸进来他只能绕着这个转绕着这个转 但是呢他对于这整个立场就会有扰动 他对于这个立场的扰动就会使得他外面这层这个sphere这层膜他就有扭曲 他就会扭曲 甚至如果这个这个吸进来东西足够质量足够大他就会他就会在瞬间就会就会有一些东西会投射到上面去 或者甚至说有些东西会能逃逸出去甚至说你可以就感觉有一些就是黑洞都有那个什么什么 黑洞都会有热量辐射出来的黑体那不是黑的黑洞都能有辐射热辐射的 是霍金搞的他会他就有一些扰动啊或者说有一些撕裂的一瞬间都会逃出去 有逃出去就是我们甚至可以说是这个被吸进去的这个poto这个传送门吸进去的这些例子 他在这个膜的内侧投射投射了他的轨迹 啊投射一瞬间投射了他的轨迹但是这个轨迹在一瞬间他 就是投射你甚至不是投直接投射轨迹而是投射他的那个干扰 他对于这整个质量场的一个干扰被投射的上去就是 你怎么来想象这种东西呢就是你想象一个中间东西这样很大外面有一层气球 然后气球正中间是个传送门然后然后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有传送门然后从这里吐个什么花生籽进去吐进去了之后那个花生籽冲进这个传送门里面 然后然后绕着这个里面的这个传送门转转的时候他就会把周围的空气就是会就他的他的这个运动会扰动周围的空气嘛 然后这个气球表面就鼓起来一圈什么东西一圈什么的你就鼓起来了就鼓起来 然后又立刻又又恢复那个平花了又恢复平花了因为这个中心的质量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传送门的质量实在太大 就是这样你理解吗 就是主体这个核主体性这个核主体性这个核这个核相比于其他的 他是一个他是个他是个本体性的核这个核的质量很大你知道吗 质量大到他外面有一层膜被稳定的稳定的固在那边有一层他的相当于一层他的引力场他的视力范围这个视力范围就是他的那个表象 这个就是他的表象主体性的一个表象他外面那层膜也就是气球围绕着这个传送门的那个气球 气球的内臂外臂就是他的视力范围他的表象表象世界这个表象世界这个表象世界一定会被这个主体称在那边因为这个主体 太大了主体性这个这个作为一个绝对虚无的绝对虚无的主体性 他太厉害了他太重了他然后他他不怕你知道他就定在这里我就绝对虚无但是他又是绝对沉重了主体性是绝对沉重的 他不会 但是他他也可以把他这外面一层膜往回收他能收回来的穿越幻象他是能收回来的 他能把外面层膜往外面往回收的主体自由其实很屌的主体性是很强很强的一个东西你们所有人都不知道天下至贵为新业 这个人的主体性每个人的生命每个人的心灵他是是整个宇宙至为昂贵的是本体论的成本的代价是很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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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外面这层膜他很重任何的外部的表象涌进来他都都会绕着他转 当然当然就是就是当然你比如说一些太强的东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一颗子弹往脑边上打一枪 就直接把他打泄气了这有可能就是大部分东西主体都是能承受的大部分你一个几万丈高的一个什么高楼在你面前耸立 你看到这无非也就是内心哦就是这么一下而已吗一个 你了解吗就是最担心的是他这个他的内核附近的这个东西这个爱玉他这个这个传送门外面一拳离他较近的这些你可以说是一些就是爱玉爱玉符号学那个维度我们我们喜欢用爱玉经济学的那个维度 这一层爱玉经济学的这个维度呢他离这个主体系内核比较近所以他是可以比较接近的去去去这个玩也这个玩也他是无可摧毁的他唯一一种摧毁是他自己把外面那层膜吸到中间去他自己坦缩他唯一的一种消敏的方法是自己坦缩掉自己坦缩掉啊自己坦缩掉自己坦缩掉就可以这过程叫做死亡坦缩掉 他要吸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吸到另外一个本体本体论的维度他把这个东西吸到另外一个本体论的维度去了就这么简单这个这个Portal就Portal It's subject 这Portal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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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是就是就是主体 这样这样讲清楚了吧这样讲清楚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理解本体是表象之表象 是个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他是他是那个外面的层膜上面的那个反常了最外面那层这个围绕这个Portal的最外面这层膜上面出现反常了出现征兆了啊我们就知道有东西从里面进来了我们探测到了了解吗 外面这层膜你可以说外面这层膜这层膜实际上是被实际上是被主体架铺设为虚无的我现在把它化成膜实际上他通常情况会被把握为一个虚无的场虚无的场 我化成一个膜其实这个膜是无限宽广的他就是无嘛他在三维空间里面他是个Sphere他到四维空间里面他就是一个整个这个场呀你知道吗整个这个这个这个虚无的一个场这个虚无的场 他就是这个主体所架设的一个佛奥学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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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膜这个薄膜本身他在高一个维度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场他在更高一个维度他就是一层膜你了解吗他就是一层膜所以这个佛奥学的膜他上面这个表象这个表象之膜他上面出现了反常出现了新的就是我说的有一股力量在上面涌动把它撕裂了把它扭去了扭去了之后 它意味着有本体进来了意味着有本体在穿过主体性之河有本体在穿过穿过世语我甚至我甚至就很喜欢用宇宙学那个这个叫世语this is the horizon就黑洞的世语在这个意义上讲主体性就是黑洞主体性就是个单向开放的黑洞他把他把我们主体性可能就是黑洞 有可能从物理结构上的非常相似好吧有本体在穿过他就使得这个场上面好像有引力波的扰动有引力波的扰动 扰动啊有引力波的扰动所以他是表象是表象我们回到奇特克的哲学里面 这个后面这些全是全是就是不是奇特克书里面奇特克书里面没有讲这位呀 就是没有像我这样把话给说穿了我我他们做责任他们讲话都是留有余地的我喜欢把话说穿了省得你们 省得你们头疼走歪路好吧 这个模型一定要记住啊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那个那个prest 他对孩子 对这个tile的说的那个什么you can see a glimpse 然后是of the god 就是on the faces of the什么那些什么仁慈的goodness的那些啊那些脸上 这种话是bushit it's bullshit bushit 就是 不好意思 就是你不会从一个仁慈的人脸上 脸上看到看到看到这个god的脸 因为在人慈的人脸上你会哦哦就是你会感感觉到哎这个佛号秩序他没有受到扰动吗 佛号学秩序 未受扰动 所以并没有并无本体进来 并没有本体进来 这个时候没有本体进来 没有本体在场啊 这种仁慈也就是一种世俗的庸俗的一种就假装错的一种 还是appearance在那边平缓的运行 什么时候他能够看到佛号学秩序被扰动呢 就是那个仁慈的人 那个最仁慈的那个人最善良的那个人被钉 被钉上cross的时候 啊 被钉上cross的时候 在他的扭曲的脸上 在他的扭曲的脸上 就这个符号系统都妈的出问题 我靠为什么 哇这个最好的 这个最善良的人 他反而会很惨很惨 abandoned this 这个 对于这个神圣秩序的这种 颠覆 superversion 这个颠覆 对于 对于这个 这个 犹太 religion的 那个 一种的 既有的佛号学秩序的一个扰动 他才能让这个这个高的的这个脸 在这个扭曲脸 这个扭曲脸就是 克里斯特同志 他的扭曲的脸上 他会出现 他可以出现啊 或者我们用一个更理俗的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 就是一个 我们小看了这个事件 曹丕 曹丕同志说的 曹丕在让汉仙帝善良善让之后 他说这个 这个姚舜 姚舜之事 无间 知 以 我现在知道的 什么 姚舜善良的这个到底是啥 我终于知道了 啊 了解吗 他这个时候 佛号学系统受到的扰动 佛号学系统被扰动了啊 被扰动了 这个就是循环运行的那个佛号学系统 我把它画成圆的 其实他是 他是看不见的 你知道吗 他是他这个场域里面是一个这个场域是维度比什么高一个维度 这个佛号学的 他他给出来的表象表象世界是三维的啊 三维三加一维的加一个时间维度 但是符号系统本身应该是 三加二或者四加一的他的维度会高高一层 所以他的他的一个整全性是会被体验为虚无而不会体验为一个一个球 我把它说成这个球只是方便说法 啊 曹皮在说姚舜之士无惊之意他实际上这个时候就他察觉到了 他说是一个真实的 一个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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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他 只有通过符号系统的剧烈扰动 我们才能够反过来推测 反过来推测 唯物主义的反过来推测有一种物质 他从主体性的那个前本体论的前符号学的那个洞里面出来了 他要去建构他去投射他自己的行动轨迹了 他要围绕着这个主体性的内核转起来 他围绕着主体性内核转起来 他就是他要建构他的自己的爱欲的辩证法了 啊爱欲辩证法了 他有可能这个东西会被 有可能这个东西会被那个啊 外面的符号系统就同化了 那么这个时候其他要告诉你就是主体要坚持让他绕着自己转 不要放他走 首先你要坚持让他绕着自己转 就是你这个主体是个内核 你要坚持偶然之间涌进来这个东西 你要坚持你要俘获他 你要让这个这个激情的欲望辩证法的这么一个他者 实际上死命的让他围绕着你转 但是你的第一人生体验 你的第一人生体验这个时候就是日星说和这个地星说的一个辩证关系 你的第一人生体验 是你 是 是你 在绕着他转 了解吗 就是运动是相对的嘛 你这个东西绕着你圆周运动 反过来你也可以就是说是 里面这个东西绕着外面这个东西进行圆周运动 反向反向的一个圆周运动 了解吗 你这个涌进来这个实实体这个实在性的一个他者 他绕着这个主体性内核转的时候 他会 他进入欲望 能听懂这里吗 符号系统会把这个绕着主体性这个虚无内核转的这个一个他者 这个他者 把它叫做 自我 符号系统会把它设定为自我 你越想符号他他越会被设定为自我 然后其实我进一步要说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去就是实体化和去实体化这两种 这两种思维方式可以不停的在这个模型里面不停的交底 反过来我们可以说这个所谓的主体性的内核 又其实他他没有不存在只有这些东西对于他的围绕的这个运动存在 只有我们是是精神分析师是通过把握了这样的循环运动 我们反过来推测我们反过来推测有一个主体性的内核 我们反过来推测反推反推就是这个运动轨迹不就恰恰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膜上面的那个那个骨包吗 那个膜上面在一个东西绕着这个核运动的时候他会在膜上面留下鼓包映射出一个运动的轨迹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鼓包的存在这个症状的存在我们反过来去推测他有个核他有个核有个主体性的内核 所以主体性内核这个东西他也不是一个他也不是一个直接我们就是非常狂野的就直接就洞见有个主体性内核的 不是他是通过大量的精神分析实践他是通过大量的病理学实践 他是通过大量的和其他的理论体系的一些对比我们大胆去预测的 好吧 好的就讲到这边就讲到这里我希望这三层维度已经把黑格尔所而且我大大的扩展了黑格尔和齐斯哥的解读 你再也读不懂我我就没办法了就什么叫做这个本体或者超感性本体超感性的本体是表象之表象 你要理解这句话你就要重新理解何为何为表象何为主体性表象是一个奇迹降临的一个领域 但是呢表象是一个好像类似是奇迹 奇迹降临的一个场域啊 但是这种奇迹的降临他永远不是直接的他永远是通过扭曲和扰动 扰动甚至某种撕裂 其实这个撕裂裂裂了之后裂裂开到一个什么其实就是裂开到一个主体性的一个主体性的虚无 主体性虚无就是你不要我画成图挂成这样好像中间是一个是一个是一个东西外面有层膜不是的 而是应该里面全是黑的这个黑的东西全是全是虚无虚无最外面就是刚刚好这个虚无外面有层膜了解吗 他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样这样图要不画成这样但是画成这样太太费时间了了解吗 就是这个膜就薄薄的一层很薄的非常薄 这个膜一旦被撕裂立刻就会体现成虚无 立刻就能体现到那个主体性的虚无 这个主体性虚无立刻就会被 那种什么欲望辨证法 不行我赶紧这个时候围绕他转的其他的一些盒子 就会不停的会涌过来 就快速的涌过来擦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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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点擦着这个裂点 这些这些其他的大的盒子就会立刻涌过来要把它填补上 填补的这个地方比如说他是比如说被下呆了 我下呆了他被突然这边我都下呆了 下呆了敲出他符号系统了 立刻就会有一些爱遇或者说情感性的要素 立刻会会过来填补 然后就是带着他所牵引的那些那些符号学的一些一些结构 会过来修补他立刻就会有立刻就会有 因为他他要避免让这个虚无敞开 他要避免让这个虚无向外面东西敞开 但这个虚无他又是不停的有东西穿过这个虚无的 不停有东西穿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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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是一个 这种空间化的隐喻实际上也是第一步 实际上后面会告诉你他不是在一个他他没有内外之分的 他并不是有这个好像这个膜的外侧和膜的内侧之分的 不是这样的没有这种区分的 而是我们还是要感谢非常聪明的这个拉康同志 他用了莫比乌斯莫比乌斯环 莫比乌斯环做这个比喻 这个外侧他外侧的东西他运动过来实际上就是内侧东西 实际上就是内侧东西 外部就是内部侵入的这些东西 他被击穿了之后跑到外面去 他实际上外部性 这个由服务系统所投射出来的一个外部性本身 他还是内在他还是内在的 那么这个内在性本身他其实也就是外部性 所以我这个是我 我觉得我把它叫形容为一个portal还是对的 一个portal 但是这个portal左右两侧不是间隔的 portal portal就是一个这个传送门啊 它的目的地目的地是一个空间对不对 这个空间和他由来的那个portal 没有两个portal 他是同一个portal 他这个外部 他这个portal的外部空间实际上就是他的内部空间 就是他 他同一个 就逻辑上 他的外部空间和他的内部空间是 是是一样的是同一个 了解吗 这个这个传送门 他是一个传到他自己的传送门 就非常诡异 但是传到他自己的这个传送门 他经过的这个一个差异 这个差异就叫主体化 经过了一个主体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太复杂了 我后面再说吧 反正你今天掌握到这里就已经很很好了 好 好